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意大利的恐怖片 阴风阵阵 影片一开场 爱跳芭蕾舞的美国女孩 大眼妹为了申告 乘飞机前往德国的一家 著名的芭蕾舞学校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大眼妹一出气场 就被拎成了落康鸡了 当她坐着出租车 来到芭蕾舞学校门口的时候 突然看到龙套姐 惊慌失措了多么人出 并且很快就消失在了风雨之中 大眼妹去问门铃 估计是有什么误会 里边人就是不给她开门 大眼妹无奈 只好坐着出租车去找酒店 在返回的途中 大眼妹看到刚才那个龙套姐 正在雨中狂闷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转场之后 龙套姐来到了一幢 颜色鲜艳的大楼 暂住在了她的好朋友 柯川姐家 柯川姐说 你这大半夜的从学校跑出来 到底出什么事呢 龙套姐说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学校里发生个特诡异的事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 你就甭敢听那么多了 我在你这暂住一夜 明儿一早我就走 龙套姐说完就走进了卫生间 打算离睡前把头发给吹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窗户外面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响声 要说这姐们也是找死 明知道不对劲 还趴在窗户上一直看 当她正瞎悬末的时候 一只毛茸茸的胳膊突然破窗而入 上去就掐住了她脖子 然后这只胳膊又把她拽到了天台上 噗哧噗哧就是几楼 这龙套姐都没来得及惨叫 就叫了饭票 听到动静的客川姐 急忙找黎妮求助 可根本就没人搭理她 随后凶手又把龙套姐 顺着房顶的玻璃窗扔了下去 碎玻璃刚好又刺中了客川姐 一个龙套一个客川 算是彻底领了喝饭 第二天的一早 雨过天晴阳光灿烂 舞蹈学院的钢琴师莫静哥 牵着狗道当位上班 而与此同时 大眼妹也来到了学院 老师冷淡婶热情的接待了她 随后冷淡婶又领着大姐妹 见了副校长高冷阿姨 高冷阿姨说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校长出去旅游了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我长话短说 昨晚上我们这儿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学生龙套姐 昨天因为行为不当被退学后 莫名其妙的被疯子给杀了 警察正在了解情况呢 我就不跟你下白话 接着冷淡婶 向大眼妹介绍了一些 学校里的情况 冷淡婶说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工友 爆牙鼠 虽然长得难看 但是非常的勤劳能干 冷淡婶推开更衣室的门 屋子里是百花睁眼 看着人是眼花缭乱 冷淡婶说 这位是新来的大眼妹 能歌善舞 大家欢迎 转过天 大眼妹刚走到过道 突然被干后勤的 李大妈手里的玩意儿 晃了一下 大眼妹就觉得 天旋地转 西藏病差点犯 大眼妹说 我头晕得不行 这根本就跳不成 冷淡婶说 轻伤不下火线 你赶快给我好好点 这大眼妹跳着跳着 突然一头栽倒在地 就昏死了过去 晚上大眼妹梳头的时候 突然发现 头额里和书子上 有好多的蛆虫 这下可把他恶心得不行 他抬头一看 顿时吓得是花枝乱颤 而与此同时 所有的人都尖叫着 跑出了房间 冷淡婶急忙带人到楼上查看 发现这些蛆虫啊 是从装食物的木箱子里 爬出来的 副校长高冷阿姨说 非常的抱歉 现在的食品供用商 实在是太混蛋了 缺金短两不说 还把过气的食品 往在那送 我非去法院告证不可 由于这些虫子 一时半会儿也庆里不完 高冷阿姨便 临时把学生们 安排在了排断厅里 大眼妹说 老师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吗 浩世姐说 这些老师都住在厂里 他们在晚上九点半 会准时的离开 到了后半夜 突然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 憨声传到了排断厅 浩世姐说 其实校长 根本就没有出去旅游 那个打呼噜的人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 墨静哥正在 给学生伴奏的时候 冷淡婶黑了脸 走进了排断厅 说你甭他了 你的狗把副校长 侄子给咬 墨静哥说 我的狗从来没咬过人 肯定是那个熊孩子 先动了狗 冷淡是说 你和你的狗赶快滚蛋吧 甭在这儿听啊 到了晚上的九点半 浩世姐说 你听见没 那帮老师正都没离开 大眼没说不对啊 大门在左边 而他们的脚步 伸往右边去了 这里边一定有猫腻 被开除的 墨静哥的心里郁闷 在酒吧 借酒交仇之后 牵着狗往家走 刚走到半路 那条狗突然就开始抓狂 上去坑吃一口 就把墨静哥给咬废 浩世姐说 以前我跟龙套姐的关系 非常的好 他那天晚上走之前 曾交给我一本笔记 上面记录了 学校很多奇怪的事情 这件事 我只跟我的好朋友 龙套哥说 一会儿我让你看看 那本笔记 非常的诡异 回到宿舍之后 浩世姐发现 笔记本居然被人给偷走了 这姐们意识到 大吃不好 就让杂子跑了 可那还能跑得了 他很快就落入了 早已经为他设好的鉴定 大眼妹早上起来一看 发现浩世姐不见 冷干水说 浩世姐一大早 踢着行李就走 连招呼都没打 太不像话 大眼妹是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给浩世姐的好朋友 龙套哥打了一电话 两人约好时间 很快便在会议中心的附近见面 龙套哥说 我已经给浩世姐的爹地 打过电话 目前还没有浩世姐的任何消息 原来这个龙套哥 是个精神科的医生 三年前 浩世姐的妈咪去世之后 浩世姐的精神差点崩溃 幸亏龙套哥一处精湛 浩世姐才没有精神作乱 龙套哥说 浩世姐曾经告诉我 说你们那个舞蹈学院 是在1895年 由一位希腊移民海联纳建立的 而当地人都认为 她是一个女巫 在19世纪的初期 海联纳被数个欧洲国家 驱逐出境 我曾经读过她写的一本书 书名叫《黑暗女王》 后来她定居在了这里 但关于她的流言蜚语 一直都没停止过 当她搞到了一大笔钱之后 便建立了这个舞蹈学院 刚开始是教舞蹈和神秘学 但过了没多久 在她年满100岁 同时也是在她 被其他宗教诅咒的第十年 海莱纳夫人被一场大火给烧死了 后来这个学校 被她最喜欢的学生给接管了 神秘学这个课程也随之消失 不久之后 这个学校便神奇般的 成为了一所著名的舞蹈学院 由于最近吃完晚饭就困 大雅妹怀疑有人 在她的饭菜里下了药 当她刚把晚饭给倒掉 一只蝙蝠突然飞了进来 当时就把她给吓掉了 为了搞清楚 学校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雅妹根据 好事解留下的线索 展开了调查 经过一通瞎穴 她发现了一个暗门 她顺着过道走过去一看 发现副校长高冷阿姨 正在跟老师们商量 除掉她的事 原来这帮人 全是女巫海莱纳的信徒 尤其是这位副校长高冷阿姨 不仅心狠手辣 而且神动广大 这娘妹一发工 大雅妹顿时就觉得 偷有点发懵 大雅妹偷窥的行为 很快便被这帮人给发现 为了躲避爆压树的追杀 大雅妹慌不择路 急忙钻进了一个房间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种熟悉的寒声 突然就响了起来 大雅妹走过去一看 发现那位女巫海莲纳 居然还没有领盒饭 大雅妹一看走投无路了 索性也豁出去了 上去就把海莲纳也通死了 哎呀 修炼了那么多年的老妖精 居然就这么领了盒饭 简直是太扯淡 树倒狐存散 精神领袖这么一死 高冷阿姨冷淡婶 还有那些老师拳头里面喝汗 整个学院也跟着防导屋 她很快就稀里哗啦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呀 这个世界很险恶 不是天灾就人祸 出门在外要当心 少管闲事准没错